大家好,我是阿柴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M1版本的MacBook Air 它的屏幕色温偏暖怎么办 我在刚说到这个MacBook Air的时候 和我之前的MacBook Pro做了一个对比 两台电脑一起对比 发现这个Air它的屏幕有点偏暖 后来我也上网查了一下这个问题 网上也有很多人在问 估计是屏幕质量问题 我也没再研究 后来又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这台电脑经常外接显示器 用Type-C口 用的是DP协议连接的AOC U27 U2D显示器 像这种未合盖的方式使用的时候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当我把电脑的盖合上 各位注意看屏幕的色温 它会变冷 我再把盖打开 它会变暖 我再给它合上 它会变冷 这是为什么呢 后来我也问了一下苹果官方客服 还有AOC的客服都没有给到我想要的答案 后来我也上网搜 国内外网站都搜了一圈也没搜到答案 就在今天让我找到了原因 原因是在这里 先进入系统编号设置 显示器 我用的是Montory 进入显示器设置 现在有三款显示器 第一个是内建的 就是MacBook Air自己的屏幕 这个是显示器 这是iPad 问题就出在这了 MacBook Air自带的这个屏幕 它里面有一个选项 叫原材显示 下面有一行解释 自动调整显示屏 以在不同的环境光线条件下 保持色彩显示一致 默认是勾选的 如果我取消勾选 如果勾选 屏幕会偏暖 如果不勾选 屏幕会偏冷 我们整体看一下 这是勾选 这是取消勾选 勾选 取消勾选 这个苹果本的屏幕 它是带原材显示的 但是我这台 AOC的显示器 它应该是不带这个功能的 但是它也会随着苹果笔记本 设置原材显示 它也会发生变化 这也就是说明了 当我把这个笔记本屏幕 关闭的时候 只留下AOC的显示器 它现在按照没有原材显示的方式 来输出信号 但当我打开这个笔记本屏幕的时候 AOC显示器 外接显示器 它会受苹果笔记本的控制 那这个功能是干什么用的呢 我的理解啊 这个苹果本 它有传感器 它能检测到当前室内的光线明暗度 如果室内的光线比较暗 它就会告诉屏幕 要给一个比较偏暖的色调 比较偏暗的亮度 另外它这个指令 除了会传达到 苹果笔记本自带的屏幕 也会传达到 这个外接的显示器 但当我把笔记本屏幕关闭的时候 这台显示器 它是没有传感器的 它检测不到 当前室内光线的明暗 所以它只能按照一个 默认显示器的亮度 来输出显示 这是我的理解 这个功能和色温 以及色彩描述文件 是没有关系的 就在我研究到这里的时候 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iPad 这个iPad上 它的亮度和色温并没有变化 这个iPad它使用的是随行 充当扩展屏幕使用 当我关闭苹果笔记本的原材显示的时候 它的色温并没有发生变化 当我开启的时候 也没有发生变化 这是一个A10芯片的iPad 估计可能比较老吧 不支持原材显示 但是我这个AOC的显示器 它是今年买的 难道它支持原材显示 总之 现在遇到的这个问题 我找到了原因 而且知道了原理 以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 来选择不同的场景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Ochair 我们下次见 后来啊 我又到苹果官网 看到了这个信息 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外接显示器的原材显示 主要说了两点 一个是下列外置显示器 连接到iMac 或者是上盖已经打开的 Mac笔记本电脑时 这个原材显示 也可以对这些显示器进行调节 比如苹果的一款显示器 还有两款LG的 都是比较贵 比较高端的显示器 我这台显示器才2000多块钱 并不在这个支持列表里 但是它也实现了 这一条所说的功能 就是用笔记本输出到 显示器上 原材显示 也可以对这台显示器进行调节 说明我的这台显示器 是支持原材显示的 那么现在就明白了 为什么会出现 视频中说的这个现象 是对那条线 我觉得不是 我们在这台显示器 觉得这台显示器 这台显示器 我能打开油